你好,欢迎收看9月17号大花联地方新闻,我是陆宇慧 第四届永远的父母共亲职亚洲论坛日前在花联举席 邀请了台湾各地还有日韩港等地的学者 共同进行交流离异家庭亲子关系维系服务 来自日本韩国学者也和县长许正卫来交流 关于地方政府和花联儿家协会的过往政策和成果来扩大经验分享 协助离婚夫妻降低纷争,并关注离异家庭的儿童权利 花联县府与社团法人花联县儿童暨家庭关怀协会 15日办理第四届永远的父母共亲职亚洲论坛 其中来自日本韩国学者也和县长徐正卫交流 了解县府与儿家协会在亲子关系维系上的过往政策与成果 日本教授二公周平除了率领高松面会交流组织的理事长等三位成员 韩国首尔家庭法院的首席家事调查官宋贤中也拜会县长徐正卫 对于地方政府常年重视儿童权利 推动与支持离异父母共亲职服务表达敬意 花联县府表示 透过共亲职亚洲论坛的相互交流 亚洲各国与台湾各地看见花联对离异父母共亲职推动经验 期盼从中学习各地对子女会面所提供的重新服务方式 并运用与离异家庭 让爸妈为孩子合作 关心孩子需求 透过共亲职 让孩子能在健康快乐环境中 拥有更多的爱相伴成长 接着讲帮演华联师报导